第四章 星辰塔 罗锋看着悬浮着的星辰塔 当初为了令星辰塔认主差点死去 而且随着自己实力越强 便越感觉星辰塔的深不可测 塔到底是什么来历 罗锋疑惑万分 是 银河大人 金光身影恭敬应鸣 随即双眸射出光芒 笼罩星辰塔开始探测 可片刻他全身迸发光芒 继续笼罩星辰塔 一秒 两秒 一分钟 两分钟 罗锋看得都皱眉 不过小型宇宙魔壁变为白色 一般会持续数天时间 自己是来得及回去的 已然持续五分钟了 金光身影依旧在探测着 还没好 罗锋忍不住开口 是无语意探测 也不过那么一小会儿 金光身影没反应 持续探测中 在禁知世界的神王古屋 起楼顶层 禁知神王摇摇看向这一方向 面带疑惑 这件质宝 我 我竟然都未曾见过 制造手段高超到探测不出痕迹 这绝对是神王存在 才能炼制出的 并且还是精通炼宝的神王 在远古文明 神王便是站在最巅峰的存在 如一些开国君主 又如三代祖师 西皇等存在 都是神王层次 而他们却都精通不同的方面 有的是精通近身战斗 有的是精通远攻 有的是精通炼宝 有的精通机械 记忆不下于我 且似乎更完美 到底是哪一位存在炼制的 怎么从未见过这等宝物 禁知神王疑惑了 他虽然只是虚拟意识 可却有着真正禁知神王的所有记忆 对远古文明出名的一些超级至宝 自然是渐渐知晓 罗锋等待着 许久 金光身影收回一切光芒 如何 罗锋连追问 忍不住都有一丝忐忑 金光身影恭敬道 我仔细探测 却没有任何结果 它已经超越我的探测范围 超越你的探测范围 罗锋疑惑 是 金光身影恭敬道 在永恒真神级范围内 我能详细探测明白 而一旦超越永恒真神级 便难了 以我的探测 这件塔类宝物 至少是称圣级存在所用的宝物 罗锋眉毛一动 却没吃惊 它实力虽低 可也隐隐有所察觉 是无语义 虽然厉害无比 可却不及星辰塔的好远 神秘 是无语义 都是永恒真神级 最顶尖的单体机械流宝物了 这星辰塔 至少是称圣存在使用的 也就不奇怪了 银河大人 金光身影恭敬道 我刚刚得到神王陛下的讯息 有关这宝物的讯息 神王陛下 罗锋一喜 神王陛下见多识广 或许知道 至于神王陛下知晓自己建宝 却丝毫不奇怪 毕竟禁之世界乃是神王陛下所掌控的 神王陛下说什么 罗锋追问 神王陛下说 这件塔类宝物 是神王才能炼制的宝物 金光身影恭敬道 且必须是精通炼宝一流的神王的最顶尖作品 使用无尽珍贵材料 耗费最大的心血 才能炼制出这样顶尖的宝物 这一塔类宝物 足以给一名神王当作主兵器 罗锋听得震住了 神王的主兵器 就像罗锋自己有好几件宝物 像一般的宝物 只是拿来用用而已 只有事无语意 星辰塔等是当主兵器的 晋之神王却说 星辰塔有资格当神王的主兵器 而且必须是精通炼宝流的神王的最顶尖作品 怎么会 怎么会 落到我手中 罗锋不敢相信 绝对不会是坐山客炼成的 罗锋再也不信了 坐山客就是一真神 或许有无尽奇特际遇 可他就是一真神 再厉害运气再好 也不可能制造出炼宝流神王最完美的作品 他什么来列 罗锋追问 这样的超级宝物 即便在远古文明 也该有着赫赫威名 金光身影恭敬道 这等至宝的主人 各个非凡 这至宝名气也该极大才对 可是神王陛下说了 他也从未见过这一至宝 远古文明中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一至宝 听都没听过 罗锋疑惑了 有几种可能 一种是晋国覆灭后 远古文明中诞生的这一至宝星辰塔 最终流落到坐山客手里 一种是晋国覆灭前很久很久以前 远古文明某个超级强者遗留的星辰塔 只是时间太久 禁止神王也不知晓 一种便是某超级存在 炼制出星辰塔后 从未公开过 坐山客老师看来真有大机遇 罗锋暗道 且他也有大目的 否则怎么会专门培养地球一脉 来继承这宝物 并且 星辰塔这等至宝 他竟然能舍弃 我之前猜测 他和晋国应该有联系 特别是晋国覆灭后 流亡的一些存在有联系 可现在看 连晋之神王都不知星辰塔来历 罗锋欲加疑惑了 不管怎样 至少借晋之神王确认了一点 星辰塔 乃是神王级主兵器 且晋之神王都不认识 你再看看这 罗锋翻手取出血影刀 让金光身影探测 在神王谷的晋之神王 却是笑了 这银河的宝物倒是挺多 银河 这一把刀 乃是圆培 是神王级宝物的圆培 晋之神王直接说道 他的声音 却是回荡在罗锋的耳边 用材极高 代价极大 不过他的秘法 却需要你自己不断印入 以圆培最终成就兵器 这是超级强者最常用手段 毕竟想要直接打造出 像你之前手上塔类宝物 那一层次宝物 太难太难 你那一塔类宝物叫什么 耳边听到晋之神王声音 罗锋笑了 神王陛下 这塔名为星辰塔 罗锋道不惧晋之神王贪宝 毕竟神王陛下早死了 留下的只是一虚拟意识 要宝物何用 且晋之神王期盼无尽纪元 便是等待着自己 星辰塔 晋之神王传音道 这乃是镇压类宝物 可将大量敌人镇压其中 甚至还有驯服之能 等你将来实力极强 关押近这星辰塔的敌人 甚至被驯服成你的奴仆 再也不会背叛 当然实力弱者容易驯服 越强越难驯服 主阵压且有战斗之用 在战斗宝物中 都算最珍贵的 又是神王极主兵器 价值无量 即便你的元胚 最后变成神王战刀 怕是十剑 才能比得上这一剑 更别说 现在仅仅一剑元胚了 你能得到它 怕是觊觎不凡 我对你 能达到我的目标 也更有信心了 听着神王陛下所说 罗锋不由屏息 血影刀最后成为神王战刀 十剑也才能比得上 星辰塔一剑 镇压 驯服 星辰塔竟有将敌人 驯服成奴仆的威能 罗锋按道 看来我实力太弱 星辰塔的威能发掘 还太少 罗锋带着一批宝物 离开了禁之世界 而神力分身 则继续留在禁之世界 星辰塔 事无语义 罗锋面带笑容 这两件宝物 来历果然非凡 特别是星辰塔 即便自己早有准备 依旧下注了 老师 你到底有何目标 罗锋按道 座山客 辛苦无尽纪元 到底为何 罗锋总感觉 应该也牵扯到宇宙海深层次的一些秘密 甚至座山客也说 等戒兽浩劫过后再谈 若是戒兽浩劫过不去 谈也白谈 哈哈 我在星辰塔内 即便千万戒兽一起攻击 又能奈何我 罗锋心情畅快 星辰塔乃是神王主兵器 戒兽们每一个 毕竟只是相当真神层次 即便千万个河宫 也只是微风拂面而已 不过也不能大意 星辰塔虽坚不可摧 可若是千万戒兽 一起从外界推动星辰塔 以罗锋的实力 绝对无法抵抗 照样能将星辰塔 推到一些绝境中去 那里毕竟是清风界核心之地 有些可怕之地 我进去虽然不死 却也会被困住出不来 罗锋按道 比如三级深渊 若是千万戒兽 一起推动星辰塔 令我陷入三级深渊 即使我自己戒助 不死何能再回来 可星辰塔却出不来了 自己底气足 可大意 却也会丢掉性命 幸好有摩罗萨 罗锋看了眼身侧的戒兽 在宇宙海茫茫 混沌气流中 星辰塔高速前进 很快飞入了 罗锋的小型宇宙 这一舰船 由我化身驾驭 摩罗萨 你便暂时待在舰船内 时刻感应接受 巢穴内一切动静 向我汇报 罗锋下令 是 主人 摩罗萨恭敬地应道 罗锋笑道 你只要安心办事 我此番去接受巢穴 定会用星辰塔 大肆抓捕一些戒兽来 回来后任你吞吃 啊 摩罗萨听得大喜 在星辰塔内 只要被镇压 根本没法反抗 即便是三阶戒兽 恐怕也任由摩罗萨吞吃 若是四阶戒兽 罗锋辅助 摩罗萨照样能吞吃 尽心帮我 自然少不了你好处 罗锋随即便直接离开了 小型宇宙 关于摩罗萨 在内心深处 罗锋本就有一个奢望 将摩罗萨培养成 最后的戒兽王者 当然戒兽浩劫 即便是现在 希望依旧极小 罗锋还不敢说那大话 戒兽巢穴 罗锋遥看远处 无尽虚空 错 星辰塔在茫茫宇宙海中 迅速朝清风界进发 筐胃城 筐胃城 五勺 感谢观看